MUSHESTER 想說 Alan老師 放棄來的卸妝系列呢 以前來卸妝的人 雖然可以稱是很有勇氣 可是起碼沒有把自己的 職業生涯全部都堵上去 我不明白今天 這些妹妹是怎麼回事情 我覺得今天這個真的太危險 今天要來卸妝的這些人呢 是在網路世界裡面 號稱人氣最高的 就是這個美妝的 交保養的部落格的這個主人們 所以呢 他們如果今天卸妝後 會發現皮膚狀況很爛 或者是根本就 跟化妝的時候差距極大的話 難道不會瓦解掉群眾 對他們的信心 然後整個失去他們的美妝生涯嗎 因為接下來網友 就會上他們的部落格 然後說你講的全部都是狗屁 因為你自己本身的狀況非常差 你這樣看你卸妝之後的皮膚 所以他們六個人 今天就是想要退休了對不對 是吧 OK 所以呢 他們現在目前是 背對著我們 還沒有要轉過來 我們先歡迎他們六位 歡迎你們 歡迎六位 好 這六位呢 目前從背影來看 我想群眾就開始會有一些評斷 就是說這個造型真的可以當 美妝部落格的這個主人嗎 就有這麼厲害嗎 那聽說有一位跟他們 都熟識的專家 今天要來見識他們素顏的樣子 就是Kevin老師 對啊 大家好 各位老師好 所以你跟他們有熟到 看背影就知道他們是誰嗎 有些有... 聽說各位的那個 部落格的人數都非常的驚人 有一位是捨棄了原來的部落格 然後換了一個部落格 結果現在也累積到了 580萬以上的 是哪一位請舉手好嗎 好 是這位 對 所以你在換部落格之前 原來那個部落格的人氣是多少 也是差不多吧 沒有塞好衣服的這位是... 妳的人氣是多少 我嗎 不是 是另外一位 妳也能塞好嗎 我覺得塞得比較差啦 所以是問我 對 我現在上次瞄一下 是有超過千萬了這樣 超過千萬 個子比較嬌小的這位 粉紅裙子的... 應該是2500多萬 好厲害喔 所以是今天當... 就人裡面最多的嗎 因為還沒有聽到後面 其實我也不知道 豆蝦裙 妳多少 大概1400萬左右 1400 很了不起 芥末呢 1100多 好厲害 平底缺 其實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是做影片的 然後影片是會被專載 所以我們點擊率有600萬左右 對 很重要耶 麻煩580萬這位 妳轉過來好嗎 請問妳在學校的時候 是學相關的嗎 完全不是 完全無關 是學什麼的 心理 心理學 那妳在妳的部落格上面 有放很多妳沒化妝的照片嗎 對 所以大家其實已經做好心理建設 那些抱怨的留言我都刪掉了 她不會很累嗎 刪滿多的 瘦有點痠 如果有人在妳的部落格上留言說 妳卸的妝是個男的 妳會刪掉那一則嗎 我之前被人家說 妳長得好像我前男友喔 有... 那個要刪嗎 那個已經封鎖了 不再讓她上妳的部落格 剛才有1100萬的那位 是芥末嗎 是 OK 好 請妳轉過來吧 嗨 妳好 請問妳有出書嗎 我出了三本書 OK 所以都是教那個 美妝保養的 美妝保養跟旅遊美食 妳可以卸妝嗎 我可以啊 不會有問題 不會 因為我覺得說 卸了妝也許就是沒有像現在 看起來很亮眼 但是我是想跟所有的女孩們說 只要覺得自己有信心 我們可以學習到一些 保養跟美妝的知識 可以讓自己有更好 更漂亮的外表 現在是在打官槍嗎 不要這樣 天不好退路吧 可是艾艾妳知道 是 來康熙卸妝的系列 講這種話等 後來常常哭得最慘 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OK 妳要堅強喔 謝謝 一千四百萬人氣的是哪一位 哈囉 桑永珍 嗨 妳好 Cherry Cherry妳本來是學什麼的 宗教 OK 然後忽然轉向美妝嗎 其實也沒有 就是我大概從十五歲 少女時代就開始當模特兒 對 然後所以其實對美妝啊 保養就是有一點點的 涉獵跟興趣 是妳說得出來她幾歲嗎 大概28吧 我朋友... 我朋友從小學看她的雜誌 看到現在 對 她反正你們工作人員 叫我祖師爺 她我覺得好恐怖 她說她小學看我的雜誌 我就... 所以我猜得還是... 太保守了 不會超過三十三 來不要靠近一點 好恐怖喔 好了 三九好了 小時候有可以寫寫拍過廣告喔 不到... 所以我們... 她其實就三十出頭啦 對 差不多 OK 所以今天妳不擔心 比較擔心一件事 可是我現在不想講 等我們發現再說 對 OK 哪來是都男生啊 好 最靠近S這位 麻煩妳轉過來好嗎 阿筍 阿筍 阿筍的年紀我也看不出來 我覺得阿筍看起來 好像是有比Cherry大耶 可是其實人家 所以我素顏的時候 看起來很年輕耶 有可能 因為妳眼妝比較重一點 所以等一下卸妝後 應該會還妳清白 可是我就是又長了一個 很大的姨媽痘 所以我現在也很兩難 有看到 對 那妳是男的嗎 對 現場的模型 其實我伴侶在現場 不要對我這樣 我好像有隱約看到妳說 那顆豆子耶 妳很努力的要蓋掉它 可是它現在有透過一種 可是因為它真的... 就它一直要突破 那個底妝的縫作 是為了康熙長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就人生很難講 所以妳今天來到現場 其他的專家看到妳那顆 要繃出來的豆子 應該非常開心吧 剛剛就後台就是補妝的時候 大家就笑成一團啦 拍了影片有六百萬人次 點閱的那一位 麻煩妳轉過來好嗎 所以妳的影片 是教化妝的影片 通常教化妝 然後偶爾分享好用的東西 然後弄頭髮 什麼都有 點閱人次最高那一篇 是因為跟男朋友 吵架以後拍的 對 是真實的影片嗎 不是為了哪一個場合拍的 沒有...真的是... 然後是哭著拍的嗎 所以是示範防水妝嗎還是 不是 就是很難過 然後硬想要化妝 然後就化... 可是到後面 其實根本就沒有在哭啊 只是一開始而已 OK 所以受歡迎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影片... 好像哭得很慘 大家覺得很可憐這樣子 跟教學不一定有關係 好像沒什麼關係 對 所以妳沒有要像其他幾位一樣 開一個部落格來講美妝的事嗎 對 因為我打字比較懶惰 所以我覺得做影片比較好玩 是 可是我其實現在還沒有立場 因為我的臉是大爛臉耶 然後還好一次跟人家說 可是妳又沒有在妳的影病裡面 炫耀自己皮膚有多好 對 妳有嗎 我沒有 所以最後沒有轉過來這位 一方面累積人氣最高 就表示說一轉過來 應該驗驚四座 大家都會讚賞說美呆了對不對 因為大家就把她當成精神領袖啊 對 武林盟主的意思啊 一定是皮膚狀況好到不行 所以她一轉過來 應該整個攝影棚都會為之暗淡 因為她臉上就發光才對啊 好 這位妹妹 麻煩你轉過來好嗎 就有一種蛤...的感覺 想必要聞筆應該是非常好 那也還好 這個妹妹跟我有深厚的淵源 所以我要過去擁抱她一下 親愛的小草莓 再見 她是兩代電力公司的素人出道的人 所以當時她跟美妝部落格 完全無關嗎 無關 她就那時候是一個小250啊 我怎麼會玩這樣做啊 所以你也沒有料到她會有今天嗎 我完全沒有料到 她可能想說我去陪酒或是就是... 就是之類的 然後... 因為她當時很任性 就是作為節目的固定班底 有的時候會來 然後就偶爾就消失一陣子 然後就盤問她說 妳去哪裡工作了 然後她就講一些語焉不詳的那種 很叛逆的回答 就讓我想說 她就是要放棄自己的人生 然後嘗試一些語焉不詳的 所以妳才會覺得妳好 所以妳是懶得跟她解釋是不是 因為她也只會就是慢慢的說 OK... 所以在妳心中她是一個就是長輩嗎 現在我聽得懂她還是講什麼 可能那時候她每次問我事情 我都... 對 小朋友聽大人講話聽不懂 可是妳可以想像 她是跟小甜甜同時出道 同一期的 算是同期嗎 對不對 對 我跟她找一點點 後來有跟小甜甜在碰到嗎 之後有碰到過幾次 她這樣算是這個領域裡面 非常厲害的人啊 其實網友在看部落格的時候 他們會去找有趣的點 或她想學的點 那譬如說像阿筍跟雪姬 他們就是專業文 他們就是寫得很專業 譬如說怎麼畫... 連裡面的成分都要這樣 對...然後像Cherry跟這個艾艾 他們在講保養品的時候 他們會告訴妳 這個什麼皮膚不能用什麼什麼的 或是怎麼樣的皮膚用這個 他們都是... 其實他們這兩派是講專業的 可是小草莓呢 你會覺得看熱鬧的人 也會覺得哇...看得很熱鬧 因為她的部落格會做得很花 OK 你會覺得她到... 妳到她的部落格就會覺得 好像整個就變得很輕鬆 然後她講話的語氣 她的文字不多 所以這樣會被網友罵嗎 說妳幹嘛不好好 乖乖的講美妝的事情 有的時候他們會問我說 裡面有什麼成分... 我就會說 暗知道妳自己會可以做一瓶嗎 也不能啊 所以妳就是乖乖的 知道怎麼用就好了 所以是妳自己本人 不知道裡面的成分 才不回答嗎 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都會看那個成分 因為一般的消費者 他們其實沒有辦法懂這麼多 所以妳在看水肌跟阿水的那種 比較多講成分的文字 妳心裡面的內心獨白就是說 妳有本事就做一瓶出來 沒有 我的內心獨白是 我會看新聞稿 妳覺得他們寫得太商業化了是不是 是不會啦 就是照抄外包裝 所以其他幾位 妳覺得誰的部落格 妳是真的比較有心在看 配配的影片 因為就是很喜歡就是她化妝的樣子 然後Cherry是她的部落格 廢話很多 又有訓練者 就是保養品都會講一大堆說 像我最近去什麼曬太陽啊什麼 那墾丁太陽很大 然後而且那個海鯊啊什麼的 就是講一堆以後 然後才講到一句那保養品 內容 然後很重要啊 因為妳畢竟要海鯊黏了之後 然後會曬太陽 然後妳看泡到海水裡面 妳會過敏 所以妳要選擇那種敏感性肌膚 不能用的保養品 然後妳要選擇溫和的 然後還有就是 第一位喔 先... 歡迎六位喔 請坐 歡迎Cherry 我看妳的額頭 可以不要... 我先幫妳鑑定 如果太糟的話 可憐 蠻值得跟觀眾分享的 1 2 3 歡迎小趙梅 現在鏡頭上看久了 比較有東西耶 有什麼啦 就是有一些點點啊 我們現在都想把面具擋回去了 1 2 3 1 3 還是妳的中 1 3 3 就先來看佩佩小姐的那一個 分手的影片 好 好 1 3 1 3 1 3 1 4 1 4 1 4 1 3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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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1 2 4 1 2 1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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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還滿像專業的廣告耶 那時候很多人都說是假的 然後我就很生氣 所以這個影片真的不是某個廠商 花了錢請妳拍的嗎 真的不是我發誓 真的沒有 對 而且後來有很多廠商想找我 做一樣的東西 我就覺得那就很假 而且沒有那意思 所以就不要了 OK 話不要說那麼忙啊 就是以後還是可能會有廠商 招牌 那我要先看那個雪姬的頁面 雪姬的煙燻妝教學 所以1 2 3 4 4是妳本人嗎 妳看看 她角度怎麼會抓 6公斤之前 角度抓得好 妳試試看對著妳前面的攝影機 妳要轉四... 角度來轉四... 轉四十五度腳 妳看看 我現在都不記得這什麼角度了 往右邊轉 四十五度腳 不要 要臭... 要臭臉 雪姬要臭臉 臭臉 怎麼這樣啊 嘴唇要違章 不當笑... 不當笑... 怎麼會...怎麼會加這麼多 雪姬這是不是 你從國外回來的侄女的照片 雪姬當時是很酷耶 就是像搖滾樂手之類的耶 你現在是會計部門 很酷耶 就怎麼了 其實雪姬她最有名的 就是叫化煙燻妝 她化煙燻妝得到所有網友 一致的好評 因為她原本的眼睛不大 照片裡面會有這麼酷的表情 讓她現在這麼慈祥 因為我們在看蜜樂婆的時候 不會覺得她很酷啊 所以你如果現在 化一模一樣的妝 還可以有這種氣勢嗎 今天畫的是一樣的喔 一樣的喔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嗎 我覺得不需要卸妝 他們可能已經 佔中他們直接生涯了 網路炸氣之類 可以炸過來 對 還沒卸妝 整個人就已經很洩氣了 胡守衛了 所以妳等一下如果卸妝 妳最怕被我們發現的地方是什麼 我長了三顆大的痘痘耶 OK 所以妳會打敗阿嬸對不對 阿嬸只有一顆耶 但他比我凸啦 所以它是以體積取身 是以數量取身 對 它是比較立體 如果他們兩個相當自己講的 這麼嚴重的話 我不要先送他們去耶 我們得先送比較安全的 艾艾對不對 艾艾可以第一個卸嗎 可以啊 很有信心 好 那我看一下艾艾的頁面 減肥餐 減肥餐應該是什麼 我是主要是寫美妝 但是因為我自己的 本身的臉比較容易水腫 所以如果說有重要工作前 我就是會稍微控制一下體重 然後這個是網路上流傳很久的 一個醫生的減肥配方 感覺她身上好像毒素滿少的樣子 所以臉應該不太會暗沉吧 最近有點過敏 因為昨天太緊張 壓力太大 睡不好 Cherry的頁面借我看一下 你今天是扮陳松永嗎 不是 我只有老師 很久沒有出現了 我跟他們也很熟啊 陳松永戴眼鏡 沒有...沒有老師 你看... 他的腰有沒有 陳松永聊呼拉圈 我跟Therry啊 這個應該很受歡迎啊 教這個透明妝感 你老公常常看到你素顏吧 每天 他常說我素顏跟化妝 他喜歡我化妝 他應該還滿值得期待的吧 是 那老公有抱怨過你的額頭嗎 沒有 可是他喜歡我濃妝大捲髮高跟鞋 他喜歡夜店美的路線 OK 好 艾艾跟Cherry 麻煩你們兩位去卸妝了 好 麻煩... 等一下見 陳老師 就是寫部落格的部落客 他們都是女生 而業界很多造型師 彩妝師 都是男生耶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這些女生們 其實這些部落主 就是博主他們寫的文章呢 通常不是那一種 把自己放得很高 跟大家是互相交換生活 對 他們是一個朋友 他們沒有說自己是大師什麼的 對 然後把困擾互相傾訴 所以為什麼女生們 很喜歡看他們的部落格的原因 就在這裡 他們都是用朋友的角度去溝通 有些時候 雪姬還會發一下牢騷 對 他就像他自己 本人在講話的感覺 會發牢騷 或是像小草莓 她會虧自己 阿筍也會虧自己 那更別說就是分手妹 阿筍的那個頁面 我們看一下阿筍的頁面 你這個照片裡也是素顏啊 沒有啦 有一點淡妝 對 對 所以妳有覺得今天 誰卸妝會差最多嗎 自己會覺得我差很多 或自己...或自己差很多 照片中看還好耶 等一下你們如果有機會看到的話 你們就知道我這樣子 我們有機會看到 因為我們會主持啊 沒有... 因為我會... 我會有通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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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比較遠就專業 好 那草莓的我看一下 叫人家怎麼卸妝 妳素顏很OK啊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困擾耶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常會覺得我不化妝比較好看 一開始我以為他們在誇獎我皮膚好 那後面發現其實是覺得 我的妝好像有一點問題 因為妳的眉毛那一塊還滿淡的 就是我真的不是個 很會善用彩妝品的人 光是現在的妝 Kevin大概就有意見吧 我也是頭 就是小草莓不化妝 比較漂亮的那種 因為小草莓的妝其實很粗 可是小草莓如果眉毛 她會畫稍微濃一點 會不會比較有立體感啊 會 因為她其實皮膚很白 她的臉的皮膚很白 然後呢 額頭又亮 所以她如果眉毛太淡的時候 妳會遠遠看 就會覺得她很像個反光版 對 對 然後眼睛又兩盒黑灰的 她現在有點像被... 人家潑了水在臉上以後 沖掉了一些妝的感覺 所以妳前一天有任何狀況嗎 錄影之前 就吃一點炸雞而已吧 所以也要鋪路說 今天有什麼過敏還是什麼 那要鋪一下就是 因為好像過了25歲以後 那個皮膚很像會通靈啊 就妳前一天吃什麼 都會寫在臉上 好快喔 為什麼 草莓 妳跟佩佩要去卸妝喔 好啊 待會兒見 所以如果阿嬸過去有看卸妝戲 就知道被放在最後的意思是什麼 最精采 壓軸了 就我們對妳們有很高的期待 要把妳們兩位送走了 OK 加油 待會兒見 製妝部落客達人 裝前裝後 差一點啦 我們先看雪雞 怎麼辦啊 出現要競爭冠軍的人 妳為什麼好寫部落格啊 妳不就是應該好好經營的 韓文筆習班那樣 我會想到這個人在教妳 怎麼化炎熟妝 誰要跟妳說啊 這樣嗎 1 2 3 金 妳把這張揪起來 是不是很像那個 年輕的屈中恆 好 剛才我來今天邀請卸妝的六位 是在網路上面 以美妝保養部落客著稱 累積的人氣都到幾百萬 乃至於千萬以上的人氣博主 那他們呢 等一下卸妝會讓我們看到素顏的樣子 希望他們有把放大銅片 還有瀏海都處理掉 那...成勝勇大哥 OK Cherry跟艾艾好了 我們先請其中一位吧 好 我們先請Cherry Cherry準備 歡迎Cherry 好 來...這邊走 好 這邊走 來... 小燕姐好 好... 好 這裡...好 Cherry 這是妳的睡衣 這是橘甲骨吧 妳的睫毛根本沒拿掉啊 睫毛是中睫毛 妳如果知道來卸妝的還是中睫毛 沒有 沒有 是之前都中了 真的 她這個不公平 真的啦 因為如果有中睫毛的話 根本就沒差 沒關係 我的部落格 有那個素顏素的點 還有她的放大銅片還在對不對 不在 我拔了 真的 我真的拔了 妳瞳孔這麼大 我真的拔 我剛剛很建議的就是放大片 可是剛剛工作人員逼我一定要洗 好 我看妳的額頭 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嗎 我先幫妳鑑定 如果太糟的話 可還滿值得跟觀眾分享的 沒有 可以分享 那也不到驚悚的程度 準備好了 手一定要拿下來嗎 沒關係 妳先摸著 等一下再說 好 Cherry小姐是人氣非常高的 美妝保養的部落客 我們先來看看她卸妝後素顏的樣子 一 二 三 卸妝之後的Cherry 對 額頭的膚色遊俠很淡 眼睛的部分 看來是為了寫部落格 長熬夜有著黑眼圈呢 非常OK喔 對啊 沒什麼差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下一個步驟 放下手 手要放下 好 沒關係 很豁達 她先仔細看她的額頭 她的太陽都是曬在額頭上耶 你說偏黑嗎 對 她額頭好黑喔 可是她額頭發亮還滿有朝氣的耶 就黑的發亮 妳要把有眶眼鏡拿掉嗎 是可以不要嗎 沒辦法耶 好啊 拿 妳剛剛眶眼鏡是要遮什麼啊 遮什麼 黑眼圈嗎 看能遮多少就遮多少 因為我們愛熬夜 我都五 六點才睡 想說還是遮一下黑眼圈 現在看久了之後 真的她額頭跟臉部的顏色 是不一樣的耶 對 我有蝴蝶結 是蝴蝶結的陰影 因為現在妳真的 不然妳回家看成功會嚇到 是兩個色系 好啦 那個這樣子 拿掉了 對啊 真的是黑的喔 沒有那麼高啦 完全不用沒自信 可是忍不住還是會一直 看著妳的額頭 妳沒有發現嗎 所以要不要把那個戴上 會比較高興嗎 沒關係 反正都這樣獲出去了 沒關係 好 謝謝妳可以 謝謝 謝謝 妳剛才在後面看 妳覺得艾艾的狀況怎麼樣 很OK 因為也看過她素顏啊 是 好 那我們要看艾艾囉 好 我們歡迎艾艾 好 這邊喔 我們放在那邊的地上 小心不要被聽到了 好 這邊請 我幫妳拿 狀況還是好 可是就如果要是 部落格美妝大師的話 就比較會... 對 就是她的文章 如果看了她在大獎 自己多會保養跟多會化妝 這一類的經驗我就會想說 開始有一點問號 她的瀏海還在 我覺得問題不是瀏海耶 是她整個人那個氣勢跟... 是喔 對 和美妝保養是有一點點落差 看起來很像是在家會 自己做飯糰給小孩吃的媽媽 的那種型的路線 是好媽媽 對 年輕媽媽 有參與生活 對 會參與小孩的運動會 自己帶的那些便當那一類的 那很好啊 這是妳的家居服 是 我們看一下艾艾小姐的素顏 卸妝之後的艾艾眼睛的部分 少了個精神 卻多了一些慈祥的感覺 在皮膚保養得很不錯 看不出來已經38歲了呢 她變得... 比較生活化對不對 生活化很多 感覺就是一個很文書處理的人 謝謝 我覺得如果以公司裡面的職位 她化妝的時候 感覺上是總經理秘書 對 就是帶得出去 然後她卸了妝之後 感覺上好像是會計部的警戒 是 就是待在辦公室就好心的女生 然後很謹慎 很小 主要是殺氣沒有了 對 就是那個光 她有化妝的時候 然後妳會覺得她有一道光會亮出來 她卸了妝之後 那個光瞬間就收起來 對 因為她如果以現在這個姿態大 講說保養美容 妳就會想說 Yeah... 就是比較說服力的 所以就是會比較有落差 就是如果說保養跟化妝的話 有一些技巧妳可以增進 就是可以讓妳變得很亮眼 艾艾妳可不可以站到妳的那個 照片旁邊去一下 可以啊 艾艾她的唇色 也比較就是沉了一點點 所以就會讓她覺得 原本的那種亮麗感也減弱了 我覺得她有妝的時候比較快樂耶 對... 她現在好像有一點不快樂的樣子 對 就覺得她心裡面一直在算 昨天那筆帳怎麼會不對呢 對 卸了妝之後 感覺不是那麼愛旅行 比較像要推嬰兒車 在公園走一走啊什麼 然後每次想要回家躺一下的 那種新的女生 就比較沒有精神 艾艾也是沒有個 裡面年紀最大的 我們知道 因為她有來過我們別集 然後她有嚇到... 她當時帶妝 然後有嚇到一些男明星 猜不出來她幾歲 所以我可以帶給大家希望嗎 可以啊 只是說是有落差 好 艾艾艾辛苦妳了 謝謝 請坐 謝謝 謝謝 我們先看佩佩好了 因為看起來剛才那個影片裡面 佩佩沒有什麼問題的樣子 OK 我們歡迎佩佩 謝謝 妳好瘦喔 真的嗎 謝謝 艾斯姐比較瘦吧 瘦棒 我幫妳拿喔 好 她剛剛有講說她今天是大爛臉 她沒有... 她沒有在開玩笑啊 對 妳最擔心是她嗎 對 因為她今天皮膚太黃色了 如果很嚴重 我們就不一定要把她面具拿下來 真的 通常嚴重到破例就不拿下來 你覺得這個鏡頭拍得出來嗎 我覺得如果拍鏡 真的... 好像不會拍鏡啦 我會形容她現在皮膚很像沙漬 就很像比如說妳要吃麵之前 先灑一些胡椒粉在那個面上 就是好像有東西灑在她臉上 可是我不知道我拍不拍得出來耶 因為如果是強光跟遠鏡頭的話 應該看不出來 所以等一下就一直帶她全身就好 是不是 因為這除非是要很細的拍 好 倒出了口氣 她叫好朋友這麼緊張嗎 這樣嗎 有那麼可憐嗎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可是我肉眼看我覺得 肉眼看比較嚴重是不是 還滿嚴重的 是真的很嚴重啊 上禮拜就爛掉 如果這不是妳的常態就沒關係啊 她的分手化妝這支影片 得到600萬的點擊次數 陳佩佩小姐 1 2 3 分手妹佩佩卸妝之後 差別不算太大直 皮膚有明顯的小痘痘 看來是不是最近 又為了感情所困了呢 妳看 很好看啊 這個距離拍出來是沒問題的耶 對 別緊張...沒問題 略略看得出來那些斑點 可是不是什麼 致命的東西啊 觀眾是會原諒的啦 好 妳要不要到妳的照片 旁邊去站一下 差點沒那麼大 妳勇敢一點 沒有 這支皮膚啊 因為最近真的狀況不太好 我覺得認得出來是同一個人耶 妳那個在電視機上 就不太顯現出來 妳看螢幕嗎 妳看螢幕嗎 對 妳五官非常的清楚 所以沒有問題 好 謝謝 好 妳過關了 辛苦妳囉 佩佩 請坐 OK 小草莓 好 我們歡迎小草莓 謝謝 小草莓 可以 看不到 好 妳還好嗎 很緊張啊 緊張... 真的嗎 我覺得他們真的... 他們根本無心要來上這個節目 怎麼了... 因為他們全部都黏了... 都中了假睫毛啊 我沒有耶 我沒有 我沒有 因為你已經好很久了 可是如果有心的話 你不就是應該先把它拆掉嗎 因為你們節目通告真的發很緊 我想去卸也沒有辦法 因為有中睫毛 可能就像沒卸妝一樣就是... 可是中睫毛就要人家拆掉 是太過分了 我知道 可是就是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好啊 我看一下妳的皮膚狀況 還是有一些痘疤什麼的 就是深入的痘痘 可是... 因為... 因為不是要把瞳孔放大片嗎 對 那妳把瞳孔眼鏡拿掉呢 假睫毛效果好好的 對啊 這有什麼好聊的 你們就是已經有戴假睫毛了 沒問題 也別擔心 好 準備好了 好 人氣這個部落客小草莓 人氣部落客卸妝簡直派對兩人 歡迎阿純 妳先給妳試看 我害怕 我害怕 開門過來 妳沒有看過這個對不對 妳覺得這個厲害吧 妳覺得她... 她們是不是最後頭 換了一個人出來 我覺得她急 或者她 加她 加她耶 不是因為感覺 妳的專長應該是拍彈啊 或者是... 妳要幫她照顧 妳要幫我照顧我 沒有 人氣這個部落客小草莓 小草莓卸妝之後嚴格說起來 有種睫毛一點小犯規 但皮膚非常的白皙 所以有幾顆過敏的痘痘 哎呀 落差不算太大 有點不一樣耶 對 如果她沒有中假睫毛的話 會差更多 因為小草莓 她原本的肌底的膚色比較白 所以比較白的東西 只要有斑點在上面 就變得很明顯 她這是過敏吧 配配她沒有那麼白 有寫絲啊 OK 因為我皮膚比較薄 好像現在鏡頭上看久了 比較有東西耶 有什麼啦 是不是有一些點點啊 有一些感覺好像... 妳跟妳戴上 有嗎 有 很明顯啊 所以如果是妳看電視 看到這一段妳會鬼叫嗎 看她是別人的嗎 我還好 因為其實換季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的啊 不過我好像出現更恐怖的耶 我覺得我想把她面具擋回去了 我擔心鬼叫她的人氣怎麼辦 可是反正她本來就是走 任性的路線啊 對啊 好 那擋回去了 1 2 3 還是很嚴重耶 其實2500萬人會不會漸漸的消失啊 不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 是喜歡我的任性 我以為 我覺得妳 目前為止都還是沒有超越愛愛耶 就感覺她好像很愛 去搶一些那個打折品啊 我覺得她是大愛台的演員 對 她現在有一種 慈祥的氣氛了 我覺得很像老師 國溫老師 內類的 為什麼一直逼我一直講比較快 對 妳好像很會在一起 就對了 妳講 所以我現在是第幾名 就是以四位來說 S好像把愛愛排在前面的樣子 愛愛絕對是要競爭一二名的 要看後面的人 真的 後面也沒有... 真的嗎 謝謝妳啊 這麼辛苦 謝謝 妳最... 要不要幫她跳一下啊 好啊 來 我們先看雪姬吧 好 我們先看雪姬 雪姬來了...雪姬 雪姬 她走路也已經放棄人生了耶 要把這樣自暴自棄呢 後來跟雪姬 雪姬 怎麼了 你覺得絕望了嗎 我先幫妳拿一下喔 妳給S看一下 怎麼辦啦 我真的不太... Kevin Kevin Kevin妳過來看一下 美妝部落客沒有審核機制嗎 不是 他... 你不就是應該好好經營的 韓文補習班嗎 我剛剛覺得很像江大姐 對 江玉衡的體現 就是開那個韓國太平的那個位 對... 其實你是有韓國血統嗎 沒有...OK 你眼鏡可不可以拿掉 先我看一下 拿掉比較好對不對 拿掉比較好 因為戴的時候眼鏡有更縮小 OK 可是你絕對不會想到這個人 在教你怎麼畫煙燻狀 誰要跟你學啊 江頭反差... 我也...我有點驚訝耶 就是當年一定有發生什麼緣分 所以讓你邁入了這一步吧 因為你看起來很不像 會在乎煙燻妝啊 看起來比較像作家吧 你好像喔 真的素顏會不會使得現場 雪雞斑斑的對不對 準備好了喔 1 2 3 雪雞 卸了妝的雪雞 也少了煙燻妝的搭配 眼睛小了很多 也顯得少了些吧 而且再加上額頭上的痘痘 這是拍出兩人啊 我要把剛才那張... 它在頁面上面的那張張張張張 你記一看 看久了 它是不是... 你把這張折起來 是不是很像那個... 像不像 等一下喔 好可怕 曲哥... 來 側面一點 什麼意思啊 這是經紀人跟他的藝人合照的 可是如果是說妝前妝後 差這麼多的話 也是滿激勵人心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好像這些名部落客的這個宗旨 就是要以自己來激勵大家 一切都可以改變 對不對 化妝是萬能的 是不是這樣 是 所以妳現在這個是真的近視眼 真的 所以妳以前看過妳素顏的人 也有人表示過說 妳不化妝不可以嗎 不會啊 就不管它 OK 就寫我的那個書啊 可是妳現在可以這個 以這個狀態走在路上嗎 可以啊 反正也沒有人認出來是我 好 我們先看一下草莓 在補的部分 Kevin 你幫他做了... 我幫他用了BB霜 就是會變色的BB霜 然後呢 因為其實它很白 所以其實只要一個BB霜 然後呢 去貼在皮膚上面 斑點的部分 或者是這個痘疤的部分 只要單獨的去點它就好了 所以你看它現在的膚色 就變均勻了 那妳現在最想要玩就雪姬什麼 雪姬好像需要一個模子 它把臉還沒進去 我覺得雪姬... 還是我先回家 可是妳看起來人好好喔 好... 就是... 就是會想跟你做朋友喔 謝謝 對 可信度高很多 所以也是一方面有得有失啦 謝謝康詠哥 妳很努力在存在 我感覺到了 夫質很好 夫質是好 可是就是居哥啊 我沒有那麼居吧 謝謝妳 請坐 謝謝 謝謝 我們來接近立志的節目了 雪姬 所以阿嬸沒有妳嚴重 我覺得她卸完妝還滿猛的啊 真的喔 妳看得出來是原來那個人是不是 看得出來啊 還滿可愛的啊 他沒有辦法跟我拚啊 好 我們歡迎下一位 好 我們歡迎阿嬸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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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阿嬸來這邊喔 妳OK嗎 退播... 我幫妳拿一下喔 妳先給S看 月高 雪姬 我輸了嗎 妳怎麼會說沒事 很萌 很可愛 不是還滿正的嗎 那是妳的偏見 妳想把妳朋友害死啊 因為如果Kevin已經在攻擊 剛剛Cherry的額頭的話 我覺得這個... 比Cherry的額頭不... 其實我做時光機來的啦 其實我... 這個要考慮不拿下面具耶 我再檢查一下 真的 不要啦 拜託讓我把瀏海... 妳又很在乎... Kevin 過來 可以幫我把瀏海放下嗎 不是瀏海的問題 妳沒有看過這個對不對 沒有耶 妳覺得這個... 妳覺得這個厲不厲害吧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 他們是不是去後台 換了一個人出來 我覺得他集合了他加他 加他耶 有嗎 妳不是剛剛那個人吧 所以才要激勵大家 要認真化妝嗎 好恐怖 妳有跟雪姬兩個人素顏去逛街嗎 就無所謂啊 反正就是不會被認出來的 妳們兩個在捷運站 約對方見面的時候 就是會一直錯錯說 妳到底在哪啊 好可怕 還有沒有 誰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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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齊弟 這樣拿面具下來嗎 不用啦 我覺得殺傷力還滿強的耶 就妳跟美妝這件事 是完全無關耶 就妳... 照理說妳應該不太過... 今天如果各位 不是以美妝為專業的話 我真的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可是這樣好嗎 可是他就是要有落差 這樣化妝大家才會想說 就是裏志跟欺騙是兩件事情啊 不是因為感覺 妳的專長應該是拍彈啊 或者是... 不是跟美妝無關啊 還有安心啊 對 就是想被交到受眾 我會安心 我不懂耶 到底失去了什麼 除了妝之外 失去了整個人生 其實... 他好像靈魂被抽掉了 其實這些美妝部落客 他們在化好妝之後 其實他們是有氣勢的 對 有自信的 他們有自信的 然後他沒有化妝 就好像就是平常去夜店 很習慣把乳溝擠出來的女生 突然把墊子拿掉了 他氣就沒了 你會覺得他連原本的個性 都是跟有化妝的人 是不一樣的個性啊 對 差很多 所以他叫阿筍嘛 那個筍字 就覺得很香土 我很有愛心喔 阿筍OK了嗎 要堅強喔 好 我盡量 美妝部落客當中 人氣非常高的阿筍小姐 現在是素顏 一 二 三 好 好了啦 太好了 太好了 人氣美妝部落客阿筍 複質還算不錯啦 這樣臉上的大勾鬥 算是給咱們康熙的朋友們 一個非常大的筍 不是 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你呢 我... 他... 這個好像遮起來 可是如果透過螢幕的話 好像雪姬跟你是... 雪姬應該有贏他吧 我看看 雪姬過來一下 如果都在螢幕上看的話 雪姬跟他站在並排 好 現在是兩位好朋友 雪姬跟阿筍 一 二 三 我覺得雪姬好像贏耶 我覺得阿... 我們各有擁護者 我覺得阿筍滿了不起 你覺得阿筍嗎 艾艾 妳可以來一下嗎 艾艾最鎮定 艾艾沒在怕 艾艾沒事 艾艾回去... 艾艾很好... 艾艾很好 完全比不過 所以這兩個人 他們是在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他們是... 他們是不是... 我們就是很認真在化妝 他們盜用公款逃玉 然後逃到美妝部落客裡面來 我覺得很勵志啦 就是原來要化妝幫這麼多忙 很勵志 我覺得我要投票給雪姬耶 因為我是影帝嘛 我覺得你...我覺得你故事更多 可以回來... 故事更多 妳要票給誰 我的票... 其實我會給阿筍 你給阿筍 你現在想想看 雪姬畫那個煙燻這種 然後在那邊... 因為雪...雪姬其實... 我... 也說不出任何... 所以公平一點的話 阿筍看著鏡頭的時候 阿筍的眼睛還是有靈性的耶 看久了還是有那種 少女的味道對不對 對 但雪姬... 草莓 好 那我把票投給雪姬 妳的票呢 好 因為我跟他們兩個 誰都沒有很熟啊 妳就以一個公正的地方 妳就置身事外的地方 可是剛剛雪姬一出來 我真的有一點很想叫她什麼 你好 好 所以妳的票給雪姬 Cherry呢 雪姬 嗨 雪姬好嗎 佩佩 雪姬 對不起 不會 我OK的 陳宗勇大哥 我們恭喜雪姬獲勝 恭喜你 恭喜你 今天真的辛苦你們了 太不好意思了 請你們繼續加油 帶給大家希望 謝謝你們